10月6日在成都举行的第56届世界乒乓球团体赛 中国队派出由王曼玉、陈梦、孙颖莎组成的女团 最终以3比0击败葡萄牙晋级四强 第一场由王曼玉对阵邵杰妮 王曼玉23岁 世界排名第三 邵杰妮28岁 世界排名53 第一局王曼玉发球 上来就是对攻 双方各得一分 王曼玉反手拉球继续得分 比分4比2 双方在相持多拍中都丝毫不落后 王曼玉则利用侧拉抢攻得分和调整战术频频快攻强拉 把比分拉大到9比6 顺利地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比分11比6 第二局 邵杰妮下蹲发球 但是王曼玉应对非常的充分没有给对手一点机会 比分来到了5比1 在多拍对池中 邵杰妮则展示了扎实的基本功 双方比赛相当的精彩 比分8比4 王曼玉则丝毫不着急 拿下关键局点 第二局比分11比6 第三局 王曼玉在本轮发球局中连续抢攻得手 比分4比0 邵杰妮叫了暂停 双方形成了精彩的对拍 邵杰妮连追了3分 比分4比3 双方继续精彩的多拍对决 多拍相持体现了两人的技术功底了得 王曼玉则利用侧身和正手拉球调度 把比分扩大到10比5 最终拿下本场比赛 第三局11比5 本出台盯住了